五度大挑战看到高雄县市在合并之后呢 社会福利政策到底要怎么样的整并 要依照哪一边的标准呢 高雄市长陈菊打出的口号是高高平 也就是高雄县市的民众福利是平等的 以后呢补助的政策会一致 而且是哪一边的福利比较好 就采用哪一边的做法 但是呢说很容易 做呢增加34亿的财政缺口钱 要从哪里来 可就考验陈菊的智慧了 只剩下几颗牙 高龄90岁的他 牙齿几乎快掉光了 每天只能吃留职食物和稀饭 但在县市合并后 原本涉及高雄县的他 将和高雄市的老人一样 能装免费假牙了 很好啊 为什么 不花钱嘛 早上你只牙齿不招钱呢 好久啊 65岁以上 要全口无牙的 目前他的规定是一颗都不能有的 这是选前 高雄市长陈菊特别举办的 老人公费装假牙十一周年的 陈国展 搬出超大假牙模型 陈菊当时承诺 合并后县市福利同享 现在还打出高高评的口号 社会福利的部分 我们就是提到高高评 如果两个行政区以上的不同 我们在重U上 我们会做这样的考量 大家有福利共享的话是好事情 城乡发展都让他捐衡一下 不要城乡差距太大 并在一起就是一家人 那就是一切就是大家 同工同酬 高雄县市合并前 人口差距不到三十万人 但社会福利预算却相差近一倍 县市合并后 许多福利将遍及高雄县名 高雄市挟着直辖市 丰沛资源 补助给的大方 光是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 就有免费假牙 还有看健保免赐付额 低收入户一年三节 有三千元慰问金 低收入高中级以上子女 每个月有六百元的交通补助 若是家庭儿童 每个人两千元夜间托育补助 单亲妇女进修 六岁以下子女也有零托补助 基于杨秋新之前的选举见见 重残每月一千元津贴 和中低收入升降子女健保费补助 县市合并后 原高雄县民续办 但不扩大到高雄市 那因为这两个证件正好 都是在有 之前就有规定在 涉及在民国九十三年以前的 所以即使是县市合并 也不会受到影响 不能把我们当作二等公民 会大小眼 我怕这样子 就怕一些 一些我们现在有的福利都没有了 可以期望 反正如果能够像高雄市这么好的话 当然就是保持期望的态度 高雄县市合并后 未来社会福利将以最大公约数的原则整合 也就是说哪一边福利比较好 就采用哪一边的做法 但财政将出现大缺口 从优的这个标准来讲的话 会增加大概34亿 这个缺口的话 我想财政收入没有那么多 这个部分真的要再提到预算小组会再去 县市合并后 社福政策从优整并 对民众而言是大利多 但是超过110亿的社福经费哪里来 考验市长陈局的智慧 专门新闻全国民报经营 高雄报道